随着有人试图垄断市场与操控肉机价格的事件 上月曝光后 数名政府人员接到子弹恐吓 马来西亚前锋抱怨引家勤业消息人士的话说 事实上 在上个月7日的新闻发布之前 政府官员就曾向他们抱怨受到不明人士的恐吓 消息人士称 在发布了一系列关于操纵肉机价格的报告后 也有某个州防的巫医养鸡业者 抱怨受到业内及得利益者的压力 一些官员向我申诉收到子弹 也有一些人旨在有关系列报道后 受到压力 我相信是有要垄断市场的特定人士或政府官员施压 另一方面 消息指出 多名巫医养鸡业者申诉垄断问题不断 这么多年以来都没有改善 一些与垄断集团狼狈为奸的官员 宁愿选择和这些集团合作制造垄断 也不愿帮助养鸡业者 物以养鸡业者如今的处境十分艰难 若有必要 我们将公开这些故意搞垄断者的名字 还大家一个健康的运作环境 国内贸易及消费人事务部长拿督斯里亚历山大南达林奇 早前促请民众 如果掌握有垄断集团被指控制肉机市场的消息 应立即向竞争委员会MYCC投报 让有关当局展开调查 前首相纳吉与不明女士的亲密照流传后 惹出再婚疑云 纳吉今日在法庭外 更成为该课题的重大焦点人物 然而 当他授寻此事时 却拒绝回应 只多次说 不依据代过 纳吉今日为其被控的 邀MDB洗黑钱和滥权案 出庭面审后 在庭外受媒体询问此照片时 多次说不 接着就上车离开法庭 此外 公布了该照片的网名 沙琳伊斯甘达揭露 这位挽着纳吉手臂的女子 名叫倩玛 是吗 她在推特上说 倩玛曾是一名空姐 而她也是本地著名作曲家 福兹马祖基的前妻 她说 倩玛是通过她的哥哥 在尼认识纳吉 而当时在尼 担任大马旅游交流局的 首席执行员 当时大马旅游交流局的主席 是内政部长拿都斯里 韩沙在努丁 当有网民质问倩玛 是否真的是纳吉的妻子 沙琳伊斯甘达笃定的 已肯定 confirm两字 回应网民 同时 也有传闻 指纳吉娶小老婆钱 以获原配 拿听司里罗斯玛首肯 TikTok账号 Igpogot 昨日上载一则20秒 短视频披露 纳吉的新婚老婆 名叫倩玛 后者是一名网络骑兵 纳吉是在第14届全国大选后 迎娶这位美娇娘 据该短视频 两人结婚或罗斯玛认可 倩玛也成了纳吉在国阵政府 倒台后的倾诉对象 据称 拥有三名子女的倩玛 激发纳吉在大选惨败后 重新崛起的动力 如今纳吉和倩玛在武吉东姑的住家 幸福快乐的生活 短视频指出 网友几乎都接受 纳吉在取的消息 并认为他有能力这么做 网友们也希望 纳吉公开这个消息 以免遭有心人士利用来诽谤 乌统达祖丁受委 驻印尼大使 遭网民强烈反对 印尼外交部表示 就大马委任 拿督斯里达祖丁位 驻印尼大使一事 印尼政府不会干涉 马来西亚的内政 自由今日大马 援引印尼Tempo报道说 印尼外交部发言人 迪古法扎沙表示 任命大使 是大马政府的特权 印尼不愿牵涉其中 我们注意到当地媒体 对大马国内政治动态的各种评论 我们不该参与其中 他说 印尼政府通常会被其他国家咨询 去同意有关国家提出的大使人选 在印尼 任命大使 还有一个程序 就是经过国会批准 行动党和紫阳抨击政府 委任打组丁的主意 再次证明政府任人为亲 分配蛋糕给自己人 更是大马的外交形象 一落千丈 沦为国际笑柄 他说 政府任人为亲 排挤了外交部的专业官员 在任命打组丁为新任大马 驻印尼大使后 立即引起民众和朝野派的强烈反对 他抨击政府 一再通过政治委任的方式 以官位来当作 靠上自己人的蛋糕 任命明显无能 无理且充满种族主义思想的 政治狂人达组丁担任外交大使 彻底典当马来西亚的外交形象 他说 达组丁在政坛上的粗鲁 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言论 层出不穷 包括发表 掌国华人论 嘲讽行动党 郭肃庆的姓氏 以及他去年担任 国家基建公司主席时 用轻浮的语气和言语 回应快铁意外事故 无视伤者 及其家人的创伤和不满 何子阳今日发文稿说 倘若狂妄无理 傲慢自大 素质低劣 充满种族主义 与性别歧视的国会议员 都能获选 政府倒不如考虑 委任符合基本资格的大学毕业生 当外交大使 既然素质恶劣的政治狂人 都能受伪 政府大可选择 修读国际关系研究 或政治学的大学毕业生 至少他们具备 一定程度的专业知识 与基本训练 综合实力远胜 充满种族主义 歧视女性 且经常胡言乱语的打阻钉 何紫阳认为 当素质低劣的国会议员 都能排在 其他专业外交官的前面 获选为新一任 印尼外交大使 就凸显了国盟国阵政府 拥抱裙带关系 不惜一切 将蛋糕或资源 分配给自己人 无视经验丰富 及拥有专业知识 及外交礼仪的外交官员 破坏大马的行政体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